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特奧保齡球賽 在台中開打 金融市選手拿下了團體賽女子組第一名 選手黃志雅 李毅文 陳惠卿及陳雅婷 四個人開心秀出獎牌 興奮之情全寫在臉上 個人賽第二名 然後雙人賽第一名 然後就是大家配合 然後就是一段時間要練習 他參加個人組他拿冠軍 團體賽他們四位女生組也拿到冠軍 因為他參加好幾屆了 因為我看他們這個學生都蠻可憐沒什麼活動 所以以前我有跟協會建議 他說那由我來幫他們帶領 我說好 所以每次都有帶領他們出去照顧他們 除了女子組團體賽獲得第一名選手陳雅婷 李毅文也拿下單打第一名和第二名 男子組單打賽 許文介獲得第二名 男子組團體賽部分 金融市獲得第五名 成績相當亮眼 過程蠻精彩的 因為我們遇到很強的對手 這小朋友去參加比賽有得名次的 就一個獎牌 一個小娃娃給他小獎品 有的沒得到的他就哭了 我甚至去跟那個承辦單位要買那個娃娃 我出錢買娃娃送給他們 不然我看得很難過 希望以後我們市政府能知道我們這一區塊的 弱勢小朋友他們是正人障礙 他們也付出很大的努力 智障者家長也會帶領這些升障者參加特奧保齡球賽 獲得金融市史上最佳成績 市議員呂美玲親自勉勵選手和家長 就是希望金融成為有愛的城市 那我們希望所謂的有愛的城市 能夠在這些孩子的身上可以展現出來 包括他們參加比賽的話 應該給他們更多的經費 而且給予更多的陪伴 而且回來的時候 當他們拿到這麼亮眼的成績的時候 也能夠以適當的鼓勵 我相信我們的孩子會更高興更快樂 而且這些辛苦的媽媽也會更有成就感 雖然特奧保齡球賽不列為正式的比賽項目 屬於交流活動 但是議員呂美玲說 這些升障選手和家長 平常的付出確實值得肯定 也希望市府和外界給予更多的資源 讓他們能夠勇敢繼續向前 記者黃少鳴見容報導